超过8周叫做慢性咳嗽 一般的1到3周我们叫急性 3到8叫做牙急性 但是我们都告诉人家说 如果3周没好 就应该要去看医生 可是很多人都会这样 像凯云 如果你感冒 你有没有常常发现一件事情 每次你去看有别的科学的时候 你在咳嗽 有些人都问你说 你是不是感冒 你怎么样区分 你有没有感冒 他就是告诉你说 你除了咳嗽之外 你有没有喉嚨痛 流鼻水 全程酸痛这种症状 一般的感冒 就是除了咳嗽之外 要有其他的症状 可是有没有发现 你常常感冒好了之后 结果就是咳嗽不会好 然后后续还持续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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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因为里面还在发炎 就是这样子而已 很多病人现在 因为现在知识比较普及 很多病人只要咳嗽 超过三四个礼拜 就会很害怕说 我肺癌我肺癌 大家都很害怕 我只要讲说 真正因为这样子 九咳嗽义来看我们 最后被诊断出来肺癌的 也只有2%而已 大部分都还是因为 前面先有一个感冒 你自己没有顾好 其他症状都消失了 剩下肺部还没有好 最后肺部一直在咳嗽 可是这个肺部没有好 会不会像我们提到的 那个结痂 对有可能 你肺部长期没有好 就是慢性在发炎 久而久而持续 每次都这样 以后就是肺部纤维化 其实我们在医床上 碰到很多 就是说它咳 咳到喉咙 痒到有点 这个气逆上冲 那气逆上冲 基本上还是气管壁 太干燥了 但是它痒得很严重 就是气逆上冲 呼吸抑绝 那时候有时候 这个医生就看 这个是气喘 这个再给你像气喘的药 因为气喘的药 大部分都是让气管壁 扩张 扩张会让气管壁 分泌的水分 会让它变更少 所以有时候就是 已经痒了 再让它气管壁 再更干燥 那就更痒 所以它有时候说 这个病人 跟医生一样 也是找不出那个方向 所以如果说你是咳了很久 如果是干咳 不会一下子变是咳 不会的 那有时候因为呼吸的这个 气力上冲的一个症状 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气喘 所以这个时候医生 另外一个医生就来了 就跟你说 这个是跟气喘一样 所以气管让它变得更干燥的药 但是如果是干咳的话 吃了就会恶化 所以有时候就是 让医生就是很难 所以才会说 医生怕地涂 但是这个时候 可以来问艳宽老师 到底在养生上面 要怎么做 其实从气功的角度 天气的变化 到了冬天 它是一个湿跟寒 空气里面像常常下雨 它比较湿 比较寒 这个悬浮粒子 到了肺之后 它就更不容易咳出来 所以《皇帝内经》就有讲 病在肺 输在肩背 肩背 刚刚也有提到肩背 它只要肺开始发炎 气管发炎 这个肩背就会痛 所以就会有很多 像这个华陀编出来的工法 就会去动到肩背 它就会活化 这个整个肺的功能 所以当时 那个吕教授来学的时候 我有特别教他 要活动这整个肩背 那他一练的特别的效果 就是弹一直出来 我有学生最高纪录 吐了四个月的弹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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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吐出来 你知道到最后他说什么 他说老师 整个是 那个呼吸就是整个活化起来 我记得我在九年前 去香港交工 来了一个女士 六十几岁 六月 戴帽子 围巾 口罩 羽绒大衣 戴手套 裤子穿两件 然后呢 她就是肺纤维化 然后她只要一吸到任何的冷空气 因为香港是都吹冷气 她就开始咳 然后全身发抖 因为肺阻皮毛 这个皮毛是会受寒 她就更 光 她说老师 我的手吹到冷气都会咳嗽 因为中医说肺阻皮毛 然后她问我怎么办 我说练练看吧 然后我就说练练看 因为她已经这个钙化很严重 她去北京买 什么什么营养液 一瓶二十几万人民币 她也去马来喝 然后她说有喝就有一点进步 后来我就说 我们来先把这个练练看 把肺的这个能量调动起来 看看有没有进步 我两个月后再去 全部都脱掉了 就正常开始呼吸了 就是可以感觉到说 自己训练确实是有帮助的 而且刚刚节目前你跟我讲说 这个功法在气功里面很简单 一分钟 对 观众朋友啊 赶快来练一下 赶快来教大家这个功法 到底要怎么练 我们就跟着一起来做 这一分钟的气功叫做 把阳气调动起来 特别对我们肺部的呼吸 深沉的这个肺部 肺泡 都有很大的帮助 只要一分钟 然后等一下你可以检查 观众朋友 你现在马上可以站起来一起做 两脚张开来 跟肩膀差不多宽 首先把膝盖先弯曲 然后身体慢慢地往前弯 两只手自然地下垂 现在你摸一下自己的肩膀 好 每个人都摸一下自己的肩膀 把肩膀上下地动 这个都浪 肩膀上下地动 我觉得这一个点阅率 应该会有 然后呢 然后呢 你的 等一下 然后呢 然后呢 嘴巴要微开 所以你不要憋气 然后呢 所以 是肩膀在那边发力 上下动 对 然后呢 把幅度慢慢地加大 加大 好 我们现在来看所有的人在练习 你就会发现 当他的肺气不调的时候 手就会变成练铁砂掌 铁砂掌 你看他的肩膀就动不到了 实际上手是自然下垂 肩膀 这样子 上下地动 好 然后把幅度上下地动 如果你现在是跟家人一起做 你会发现有的人肩膀是一边高 一边低 有的人是抬不起来的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幅度加快 而且要快一点 你有沒有发现 我的手是自然垂的 我是动肩膀 不是动手肘 它会变成像铁砂掌 这个是我有注意过 中医师在练功的时候 会出现这个现象 因为中医师在把麦 其实他是用自己的正气 麦里面进到他的病气 所以他在回来的时候 常常病人的病气是会伤到自己 所以他这个肩背就会很僵硬 这是我这么多年 我发现的一个现象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他在做的时候会 一边高 一边低 所以这两边的气已经开始 一边开始已经不协调 所以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 比较容易会气喘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说 整个动起来的时候 嘴巴要张开 鼻子吸 鼻吸 口呼吸气 所以你是吸吸吸吐吐吐吐吐吐 不是吸吸吐吐吐吐吐 是你一吸起来 所以因为有动作嘛 所以这个肺里面它会 啪啪啪啪 气就会灌进去 你现在想一想 当我在吸气的同时 我用我的肢体在动的时候 它这个氧气就不断地往下灌 然后吐的时候 啪啪啪啪 实际上是因为你动作 所以它会变成好像有吐吐吐 其实是一口气 啪啪啪啪啪啪 可是因为我们的肺动起来了 所以听起来的声音好像会啪啪啪啪啪啪 这样子就可以活化整个肺脏 那时候吕教授在练的时候 就会发现 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 呼吸吸得非常地深 其实很适合现在在办公室 都坐在冷气房里面 你就可以快速一分钟 刚才有没有做完 身体整个背会发热 所以这个生氧法 这个氧气就 生氧发起来 大概就一分钟的时间了 好 你再教大家再做一次 我们在最后讲清楚 脚一定要张开 膝盖要弯曲 腰才不会受伤 马步要打好 不用打马步 不用打马步 然后往前弯 往前弯 然后就把肩膀 先小动作的上下动 然后把幅度先做大 然后加快速度 鼻子吸气 吸气 吐气 然后你就会发现 老师这一分钟 好像蛮久的 不可以 然后中间就会有人上来 来呼吸了 对不对 对 好 慢慢地挺 记得一定要慢慢地挺 然后起来 你马上升呼吸 是没有流汗 但是好喘 好喘 他说你这样就是肺部不够 这样子 其实现在的环境确实 环境对人体的影响非常大 透过这样子的练习 我们的肺气会强的 然后对大脑的循环 血液的循环帮助非常大 但请你不要在等公车的时候 在公车站 然后他正在喷黑烟的时候 拼命地吸得好 对 好 要注意还是要去 環境好一点的地方 有一种东西叫豆酒香 它说这个东西 对于我们的声音 或者是咽喉有点发炎 它都可以有消炎的作用 古人讲说 弱药不老 还精补脑 其实也是需要食疗 今天我们要组一个是 山海的霸王州 哇塞 你比辣王州还厉害 你要霸王 对对对